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新政院党产会追查复联会金流及账策发现,复联会在2014年不仅曾斥资260万元,认购天下远见出版社出版的郝博村,解读奖公8年抗战日记从书2000套,还曾连续3年以每年捐赠至少300万元的方式,补助由奖家一族与国民党大佬担任董监士的中正文教基金会。 风传媒报道,复联会在戒严时期作用上百亿元洛军捐收入,成为不少国民党政治人物,名义代表与周边机构募款的对象。 虽然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夫人高郎先针对复联会与内政部党产会签订行政契约一案投下反对票,郝龙斌本人也否认国民党有介入复联会运作, 但郝龙斌担任台北市长任内与复联会关系却颇为紧密。 据党产会统计,国民党周边单位过去10年向复联会募集六17亿元。 除了知名度较高的国民党知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民生建设基金会,关怀长行文教基金会,不少被民进党视为市政府出资捐赠的机构,过去也曾向复联会申请补助。 以中华文化总会为例,就曾在2008年与2012年马政府时代各项复联会争取到5000万元捐款。 奖金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也曾在郝龙斌担任市长任内,向复联会争取到7000万元筹建奖金国图书馆至今图书馆。 人在党建中,党产会调查也指出中正文教基金会自2011年接受台北市文化局委托管理维护市林官邸后,自2012年起几乎每年获得福联会捐助,每年捐助金额至少有300万元。 先前是林官邸举办永远的蒋夫人纪念特展,更因复联会创办人蒋宋美林关系,在当年度额外补助280万元。 除了这些补助,复联会在2014年也曾花费260万元,认购2000套好博村解读奖公。 8年抗战日记从书2015年时,马政府为纪念抗战70周年。 陆军军官学校校有基金会也曾向复联会申请高达3000万元补助,办理抗战70周年特展。 除了外界较为熟知的几个基金会,其他向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也是由国民党捐助。 董事长为前国民党秘书长林峰正,董事成员包括蒋家代表蒋方志怡, 复联会前主委顾炎卓云以及已故将领彭梦契之子彭印钢, 而基金会办公室就位在彭印钢投资的中国航运大楼楼上。 至于105年6月已经过董事会议决议解散的季风文教基金会, 其实也是复联会捐赠的蓝银基金会和季捐赠金额有超过1000万元。 后来是在民进党执政后,因成立理念已有难以执行之余, 在解散后已完成清算。